前有林志堅 後有鄭文燦 然後173篇碩博士 現在兩個已經沒有了 剩下171篇 那這裡面有多少 真的來對 我在想中間一定能夠 你看像這個林志堅去抄余正煌的嘛 對不對 那你說陳明通不知道嗎 都知道嘛 還叫他去看 所以這其他裡面 有沒有這種兩兩相抄的 我本來想 我比較單純 我想可能還有一些人一樣 他抄他的 他抄他的 特別政治人物去抄那個 抄那個公務員的 譬如說因為公務員比較守規矩 政治人物比較沒時間 我以為是這樣 結果現在還不是 昨天郵志堅那邊說 九篇論文都一樣的 九篇幾乎都來源都是相同 可以這樣幹的 異於可以久吃嗎 所以大家就講說 那乾脆陳明通的指導的剩下一百七十一篇 通通電腦比對一下就好了 電腦run一次就知道了 大致就知道了 那 結果教育部長反對 他說全市也沒有這種例子 全市有幾個像這樣 陳明通指導一百七十三個 然後只有五篇願意公開 其他都不公開 為什麼 因為公開以後啊 你電腦上比對很容易 到底有沒有抄 你不在電腦上公開 你要到國土 還要這麼影印 還要借出來 還要對 那是很麻煩的 增加你非常多的難度 那就蔡英文的論文 你 他那天不是秀在法院秀嗎 秀出來了 秀出來說有立可白圖 對方那個張建律師說 這很奇怪 怎麼立可白呢 那時候沒有立可白 他們說有立可白 有沒有立可白不是重點 你的博士論文可以用立可白去改啊 誰的論文是這樣幹的啊 重打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只有草稿可能這樣嘛 草稿改一下 你正式送給這個 去給口試委員的審查的論文 可以用立可白改啊 我聽你聽過這次啊 博士碩士也不可能啊 好花了一兩年三四年時間 好不能弄個論文出來 當然是公公整整 還有改的 而且聽說還是散裝的 還有這樣啊 很奇怪嘛 尤志平說他 還到圖書館一頁一頁引印啊 很辛苦 然後還把它弄成軟體 總之說 選議員本來應該努力去選舉嘛 對 他花了一兩個月時間 在整理資料 在搞這個 其實功勞很大 但是其實他落選啊 鄭文贊如果這個抄襲成立 是在投票前啊 那尤志平搞不好就當選了 那台大就是在 就怕影響選舉就不公佈嘛 對嘛 那結果拖到現在 讓小英到這個時候才碰到這個炸彈這樣 這個真的所有的醫療之外 這個事情知道 尤志平有提提重檢舉啦 可是大家認為不會過 你認為他搞笑就是了 對 操也是搞笑 想不想是真的啊 那個操一開始是對林志堅的 對我知道 所以他林志堅鄭文贊兩個都對不對 就不能說被他弄倒了 所以顯然我們一開始不知道這事情 這次的選舉已經改變我們 臺灣選舉文化了 那我就孤隱前面也不講地區 有一個我認識很久的理長告訴我說 我跟你說 這次選舉看了十年都掛什麼某某碩事 這次選舉公報跟海報都沒有掛出來 都沒有 都還當選議員 自動拿下來 但是以前都講 我是什麼什麼 因為可能就可能過不了關嘛 那這是有分簡單跟這個複雜部分 剛剛康哥在講還有一百七十一份 你真的要去檢查那些論文 民進黨其實應該說是還有教育部 你都已經知道身體有問題 你應該做健康檢查 就是run一次嘛 你不run OK 那算了 但簡單的部分是什麼 至少陳明通教授已經有兩份 一個是鄭文燦 一個是林志堅 那臺大歸臺大 臺大以後不錄用了 現在就可以讓他下來啊 民進黨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失能了 一下之後想說賴清德要不要選總統 選黨主席 然後院長要不要換 這個很簡單 立刻讓他下來 民院也會稍微 然後等到反而沒有內閣改組 之後再換人 現在就由副局長先站在 不會有太大問題的 沒有處理欸 還讓繼續 然後你看羅智正 范雲 這個都是學者 選前都沒有人講 應該檢討 選後分分出來檢討 這樣子這個陳明通不該當局長 范雲講說不要再變了 如果選前民進黨就有白血球 自己有能力去檢討的話 這一次民進黨就不會輸得這麼慘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